大家好 欢迎收看2100整点新闻 我是林佩杰 新闻一开始要来看到303全台大停电 造成了高雄大辽一处社区大楼 25台电梯就坏了9台 但是维修费要高达60多万 管委会是没钱修理 有长辈拄着拐杖哭着爬14楼 是爬到腰酸背痛 而凤山则是昨天发生了停电的状况 4天之内停了两次 住户大骂台电就是烂经常停电 电费打9折有什么用 而停电难道也会大风吹吗 今天下午就换岗山停电了 7000多户受到影响 店家担心食材和电器会跟着坏掉 现在一听到停电就很害怕 工作人员拿手电筒维修电梯面板 因为303全台大停电造成损坏 有住户住14楼主拐杖爬楼梯 差点去掉半条命 然后要背到卡 像我们这种年纪大的人 爬个楼梯真的是很辛苦 大楼社区在高雄大辽 维修费60多万 但管理费不足 只好跟厂商贷款支付 市府会希望跟台电求偿 对啊 可是机会不行 没那个吧 同样气炸的还有凤山 我们是对面 民众跑到外头透透气 因为7号上午9点左右 974户无预警停电 原来是低下电缆街头故障 4天停两次电 让民众觉得很傻眼 就是很烂而已 到晚在停电 就是说不会停了 还是停 九则有个屁用 凤山停完电 接着换岗山就像玩大风吹 8号下午2点17分 影响7692户 包含火车站和工业区 原来是变电器跳脱 这算是低级错误吗 大停电民众损失惨重 高雄国税局寄出停电减税 3月3号营业税全面免申报 适用小规模营业人 换算下来减免1%杯水车型 全台大停电政府高官道歉的道歉 此得此 但辛苦的基層民众和业者 只能撑门亏自认倒霉损失 全部自行吸收 记得猜猜记得一起网路疏红 高雄岛